今天来和大家说一位超高颜值的德国帅哥小听音家 David Garrett 在这样一个看脸的时代毋庸质疑 David Garrett吸引了相当一大批的严控 他也是众多时尚品牌的代言人 还是电影《魔鬼帕格尼尼》的男主角 他也是把古典和摇滚乐进行大胆融合的 极具商业价值的独立音乐人 今天我们主要来看看 同样是学古典 David Garrett是怎样让古典音乐和现代市场 毫无违和感的相结合 实现名利双收的过程的 也许对正在学习音乐道路上的你们 会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那别看现在的David Garrett 在舞台上整得花里胡哨的 有时候感觉也不正眼拉琴的样子 这可能也是被古典音乐键 很多人诟病的地方 觉得他的音乐处理过于的随意 缺乏严谨性忽略了很多的传统的演奏方式 但是David Garrett并不是野鹿子 David Garrett从小就接受了非常严格和正统的音乐教育 正所谓技巧到了才有随心所欲的资本 David Garrett的父母都是音乐家 非常注重他的音乐教育和训练 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了 很快他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和技巧 在David Garrett六岁的时候 他就被德国的音乐家和指挥家 May Nguyen发现了 并获得了一年的私人教学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当时David Garrett正在柏林的一家咖啡馆 外面拉小提琴 那这时候May Nguyen从这个咖啡馆出来 就听到了他的演奏 May Nguyen听后就非常惊讶 认为这位小小年纪的小提琴手的技巧 已经非常的出色 并决定与他正式的会面 那在会面之后 May Nguyen对这个David Garrett的演奏非常的满意 于是就邀请他到英国和瑞士等地 进行音乐学习和演出 那在David Garrett八岁的时候 David Garrett被接受 进入了这个卡尔斯鲁厄音乐学院的青年班 那在这里他就接受了系统化的音乐的教育和培训 在青年班的学习期间 David Garrett表现出了非凡的音乐才华和天赋 他就曾多次参加过国际音乐比赛 并取得了优越的成绩 其中最著名的比赛 就是1992年的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 他在比赛中就获得了特别奖和最年轻得主的荣誉 这个时候David Garrett只能说是小有名气 并没有让他散发出这种巨星的光芒 他并不是通过小提琴比赛而成名的 尽管他在童年时期参加了许多国际型的小提琴比赛 并获得了多个奖项 但是这并不是他成名的关键 事实上他最成名的录音的专辑叫Wertoso 是他在赢得了柏林国际小提琴比赛之后的 两年之内的录制的 那这张专辑我们马上会详细的聊到 David Garrett从学校毕业以后签约的第一家唱片公司 就是EMI Classics 这是一家英国本土的音乐制作公司 总部位于伦敦 现在已经被收购成环球唱片的子公司了 那2006年他就推出了他的个人专辑Frey 这张专辑是在德国和日本同时发行的 其中包括他对莫扎特 巴赫贝多芬和帕格尼尼等 经典作品的重新演绎 那这张专辑还包括了他的原创作品 叫Nothing Else Matters 是他对于经典的金属乐队 这Martinico的一首重新演绎和改编 那在这首歌曲中 Gary Garrett将原曲的经典的吉他 这个独奏部分就改变成了小机型独奏 同时将精神元素和古典乐器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带了个强烈的音乐冲击和视觉体验 那还有一首Smooth Criminal 是对于这个流行的天王 Michael Jackson的一首致敬的作品 那这首歌曲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就是David Garrett的小听独奏部分了 他以高车的力量和浓满的情感 演出了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的MV也非常有看点 采用了黑白配色的视觉效果 让人感觉到了浓郁的复古风情 那MV中David Garrett穿着黑色的西装和白色的衬衫 模仿了Michael Jackson的经典造型和舞步 为观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 后来由于合同纠纷的问题 David Garrett就与EMI解约了 他就签约到了 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德意志留声机唱片公司 这个家唱片公司成立于1898年 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也是最著名的唱片公司之一了 总部位于德国柏林这家唱片公司 让David Garrett的人生 全面开挂 那德意志留声机这个唱片公司 就将David Garrett定位为一位 年轻富有活力和具有挑战性的小提琴演奏家 那此外呢 他们还在宣传材料和专辑封面上 强调这个David Garrett的时尚潮流 和充满活力的形象 那在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之间 这个德意志唱片公司 就可以说让David Garrett实现了名利双手 在这十年期间呢 David Garrett一共发行了八张专辑 那这个专辑里面啊 就包括了很多的经典曲目 比如说巴赫的金 金弦上的永叹调 一大调第三吴半奏小提琴奏名曲 还有摩扎特第36号交响曲中的 小提琴协奏曲部分 以及帕克尼尼的最经典的第24首随想曲 那在德意志流声机的第一张专辑啊 这个Waterso就让它一举成名 这张专辑呢 是David Garrett尝试啊 就将这个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融合的 最重要的转折点 比如呢 他重新演绎了这个ACDC的经典摇滚乐曲 这个Thunderstruck ACDC呢 是澳大利亚90年代的一支非常有名的摇滚乐队 那Thunderstruck这首曲子的原始版本呢 是以强烈的吉他和古典开头 紧接着呢 就进入了这个主歌的部分 歌曲呢 旋律 简洁明快 节奏紧凑有力 加上主唱这个Brianne Johnson啊 强有力的嗓音 使得这首歌曲啊 充满了能量和震撼力 在歌曲的监奏部分呢 吉他手Angers Young啊 进行了一段长达30秒的独奏 这段独奏呢 也被认为是ACDC最著名的吉他独奏之一 小提琴的演艺版本中啊 小提琴担任了原曲中啊 吉他和主唱的部分 那David Garrett模拟了原曲中的吉他的弹奏方式 同时呢 通过演奏技巧和这个各种的这个电子的效果合成啊 这个工具啊 使小提琴的音色更具有重金属音乐的特点 那在演奏过程中呢 David Garrett还使用了一些小提琴独有的技巧 比如说颤音啊 滑音啊 还有机功啊 跳功啊 以通出这个小提琴的音色和特点 他在演奏过程中呢 也加入了一些个人风格的演奏技巧和变化 使得演奏啊 更加的富有个性化和艺术性 这首原本是重金属风格的摇滚歌曲啊 摇身一变 就成了一首充满古典乐器的摇滚乐曲 2013年啊 David Garrett出演了电影 The Devil's Violinist 就是魔鬼的小提琴家帕克尼尼 影片呢 以十九世纪初的欧洲为背景 注了尼古拉帕克尼尼的音乐生涯 个人生活 他这个David Garrett的天作和独特的演奏风格 让他成为了当时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 那David Garrett在这个影片中啊 就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 他的音乐才华和演出能力啊 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除此之外呢 David Garrett还曾经作为评委啊 参加过多个音乐选秀节目 比如说这个Superstar K 和这个There's a Super Talent 为自己赢得了很多的流量和曝光度 尽管呢 David Garrett是一个备受瞩目的音乐家 但他呢 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 他也是有一些非常受到争议的地方 比如说呢 有人就吐槽啊 就是David Garrett的音乐风格过于的商业化 过于注重展示这个技巧而忽略的音乐的本质和情感表达 他的音乐风格呢 也被批评为缺乏深度和内涵 没有真正艺术价值 那还有一些人觉得David Garrett尝试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相结合呢 认为他在这个处理古典音乐方面啊 过于的大胆 过于自由 而忽略了传统的演奏方式和艺术规范 但是呢 这些争议啊 在已经备受关注的David Garrett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商业包装也好 大胆创新也好 毕竟呢 他用自己的方式拉近了古典音乐与我们现代人的距离 也因为他的出现呢 让很多人啊 认识了他的迷迷 知道了那首著名的第24首小金星随想曲 我想啊 他对古典音乐的贡献也是可圈可点的 他的成长经历就告诉我们 勤学苦练 不断开拓自己的音乐领域 在机遇面前勇敢的展现自己 终究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